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的公子视频 我是公子沈 这期节目我们分析三个人的三个话 第一个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这次不是习近平要访美吗 在这个访美期间 那么外交部在回应记者的问题 关于中国在南海进行破坏和平的行动 把南海的部分岛屿军事化 破坏地区的和平问题 那么这也引起了美国的担忧 南海问题也一定是 习近平跟拜登谈话的一个内容之一 那么毛宁在回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 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不是中国的领土 多一寸我们都不要 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会放弃 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就应该后面再补充一句 就是把这个话说完整 不是我的领土我绝对不要 是我的领土我一寸都不会放弃 但是这个领土是不是我的 由我说了算 我觉得后面应该加个这句话 最想要才完整 就是让我想起了 我差点跟我讲的 说家里的大事我来做决定 小事他来做决定 但是某件事属于大事还是小事呢 就是他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看到毛宁这句话 让我想到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按照逻辑来讲的话 最后还是 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 你自己说了算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最后还是变成了 你想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想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可能 是吧 你说这个是你的就是你的吗 别人也说这个是他们的 对不对 他们也说自己是 又独立主权的国家呢 所以说不是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这是我对 外交不发言人 讲了这段话的回应 把这段话又说全 说全才能暴露出 他说这话背后的本质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李显龙 李显龙讲了一段话 说要给中国时间 说中国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找找 然后才能够继续的 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 繁荣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说这个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加坡的领导人 很有智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说这个话 进一步得罪中国 就是大方向上的支持中国的 觉得中国是可以成为一个 发达的繁荣的国家 对世界做出贡献 迎合了中国的想法 对吧 北战富卿 您肚子好 但是同时呢 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 认可习近平现在的所说所为 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时候 其实问他的问题 就是指中国现在经济越来越差 同时政治上的做法 越来越跟这个世界的主流背道而驰 所以李显龙 等于他这个话 其实承认了 今年的中国正在开倒车 今年的中国正在 天敌了过去的 来着开放的方向 所以他说 中国需要一段时间 他如果要继续改开放 现在可以说 为什么需要时间呢 所以他这个话其实是非常婉转的 讲出了他的 同时又不得罪中国 因为得罪中国没有好处 对新加坡 但是很明显 新加坡要站在西方的阵营当中 这个是新加坡 绝对不可能犯的错误 所以之前 我去今年9月份的时候 李显龙讲了一段话 他说东南亚不会被中美冷战给分裂掉 什么意思 我们不会变成两个阵营 就是东南亚不会分裂 变成两个 一部分支持中国 一部分支持美国 不会 那你们站在一边呢 如果真的是中美冷战 甚至热战 发生了这种大国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你东南亚不可能不站边 但情况你站在哪边呢 如果你说你不分裂 那说明你所有人都站一边 站谁呢 当然是在美国 是站在西方这一边 也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 虽然中国是他们重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但同时也是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 就是中国正在东南亚 南海正在秀秘诺 在称霸这些地区 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害怕 中国主导这些国家 主导这个地区 那么中国就会输出他的意识形态 输出他的专制体制 并且去不利这些国家 因为他不会按照过去那个 二战之后 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就进行交往 他要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你不能违背我们共产党的想法 你违背了中国的想法 那我就会用我的强大的力量去压迫你 对吧 而且是用国家的力量压迫你 他不是说像美国这国家 他至少企业跟企业做生意 是讲究一个平等的 你请我愿 美国政府不会介入到 这个民间的经济活动当中 除非是涉及到了国家利益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企业的力它就是国家利益 它是深度保定的 因为它是一个反国的体制 所以说你跟中国做生意 你要想到你其实在跟共产党打交道 你跟一个强权去打交道 能有好果的事吗 能占到便宜吗 你能有最基本的公平可言吗 这是我对理想能最近这段话的一个回应 那么最后 重头续来了 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 他又发表了对中国的看法 其实马斯克讲到这些话题 特别是传播中国的立场 已经很多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一次他讲的更加详细 非常的清楚 他接受一个播客的采访 对方问到说 中美两国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冲突 他就提到了一本书 这个书以后我们有机会讲 就是哈布大学一位教授写的 提到了一个很知名的理论 是他发明的 叫休息体德陷阱 就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 老大和老二不发生冲突的 作为是当老二决解的时候 老大为了维护他的地位 而老二要争夺他的权利 双方就会爆发军事冲突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休息体德陷阱 马斯克就非常推崇这本书 虽然他没有讲太多 但是很明显 他是认可这个学者 在这本书里的讲法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知道 中美必有一战 但是他说了什么呢 说中国的学起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经济未来 可能是美国的两倍到三倍 想象一下 从任何人记事的时候开始 你一直都是这个 兼具随大的孩子 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体型 是你两倍的孩子 那会发生什么 后面主持人问他的一些问题 就让他夸一夸中国 但他后面就讲了讲中国的好 他眼里中国的好的地方 比如说人家非常勤劳 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 很多人非常勤劳 任劳人员 然后说中国的建筑 比美国的令人印象深刻 这些技术设施 主要是提到的事 然后他又讲到了中国的历史 这一点我不是太认同 他说中国人90%的思考 都是关于内部的 中国历史上 就一直聚焦内部事务 很少去对外构造 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 传统上来讲 不是中国人不对外 只是关注内部事务 而是他们没有国际观 他们的观念是天下观 什么意思 就是全天下都是我的 只要我够得着的地方 就是天下 所以说中国的皇上叫天子 对吧 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认知 最多都是什么北夷南蛮之类的 他们把其他国家都看作是低他密等 或者说通过机密制度 通过朝共制度 让这些国家臣服于自己 因为自己是天子 是天朝上国 所以这并不是说 他只针对内部 不对外部 而是他是有另外一个观念 这种观点是一种 像东亚这种地区的农中文明 所特有的一个观点 这跟欧洲的地中海的文明 和后来的大航海时代 开启的文明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所以马斯特讲的说 中国不是个好奇的国家 不去入侵其他的国家 这种说法其实不对 秦国横扫六合 这是不是侵略 这是不是扩张 你怎么能说对外部势力不好奇呢 这不好奇就不会通敌别的国家了 对吧 他历史的学总 那也很正常 毕竟他在其他方面有伟大的成就 我们就不管他了 中国历史不及格 只是看到了一些知言骗语 很皮毛的东西 而且也是错误的 很可能是中国的那些官员 或者中国官方的那些说法 影响了他 但是他最负争议的是 后面讲的台湾问题 他说中国对台湾的感情 非常的强烈 而且他提到夏美衣 对中国来讲 台湾就像是夏美衣 比夏美衣还重要 其实夏美衣已经对美国来说 也非常重要 他就说反正等于再次的 宣传了中共的观点 就是台湾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统一 我们一定会统一 当然马斯特并没有讲说 我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统一 台湾是不是独立国家 他们又说 但是他不停的好几次 在给外界传出这个观点 就是中国一定要满在台湾 谁都阻挡不了 你这什么意思 对吧 你是吓唬谁 然后他说 他们没有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美国的第七戒队 那以后听起来就好像说 美国是这里边的导乱分子 在阻止中国的统一 责任都在美国 理解说在美方 他不说美国的台湾戒队 实际上是在捍卫和平 阻止战争的报法 对吧 他其实同样的说法 他用另外一种 但在中国的立场的说法 说美国是在干涉我们 但明明美国是在维护和平 然后他其实这个观点又表达了一点 说中国也非常明确的表示 要统一台湾 要么用和平手段 要么用军事手段 从他们的立场来看 统一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 传输中国的观点 中国的立场 有必要吗 中国要统一台湾 这不是竟然坚持 这什么用着理 不停的一遍一遍就说吗 对吧 昨晚美国人怎么不说点 美国应该怎么办 美国怎么阻止中国去入侵台湾 去捍卫和平 这才是他应该说的话 但是他说的全部都是中国的talking point 就是中国的观点 所以说从这可以看到 他被中国的这种宣传影响得多深 同时也说明 他还是要照顾到他在中国的利益 毕竟现在特斯拉50%的产能 都是在中国 当然现在也在考虑在印度开场 但是从中国的产能 本来要印度去 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目前对中国还是极度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去讨好中国 不停的把中国的观点 讲给全世界听 就好像他见到了中共的任务一样 从中国角度来讲 你在我做生意 OK 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利益 交了很多的税 有很多的就业 特别是成为一个招牌 营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假象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就是你要获得好处的话 你得替我们干事 比如说在国际舞台上 经常替我们说出话 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出去 毕竟新华社的观点谁看呢 央视的节目谁看呢 没人看对吧 中国的这种软实力输出是很差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 你是个专制独裁 所以你说什么话 大家都打得到号 不太相信 所以说就像马斯克这样的 有影响力 有好劳力的人物 替中国把中国的故事想好 把中国的立场讲清楚 所以马斯克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你说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怎么做 关键时期的动作 你马斯克是不是得配合美国国防部 你马斯克是不是要跟NASA合作 最后你还是在 就实际行动增强美国国防力量 那也行 你爱这么说怎么说 你正在替中国说几句话 无所谓 所以美国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中国都到了面子 美国都到了理子 所以在这场游戏当中 这个马斯克就两边讨好 两边占便宜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计较 说马斯克替中国说话 产生多大影响力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西方媒体也不会特别去报道 马斯克替中国说什么话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很多的一部分生意都在中国 所以你说什么话 大家基本上 那些人就都理解 你是为了钱 你是为了自己生意 说这些话 但是你不能卖国 你不能出卖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政府需要 你做什么事情说 你不能替敌国去破坏 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点我相信 美国的官方跟马斯克 应该都有密切的沟通 毕竟他的卫星公司 是跟NASA密切合作的 跟国防工作也密切合作的 马斯克经常在国内 谈论国内事务 也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 爱国者的形象 马斯克也要想法讨好民意 所以他既要讨好中国政府 然后他又要讨好美国的消费者 但是问题是 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的政府 是非常反感的 越来越反感 这个民意的变化 也会导致马斯克 怎么说呢 他不太会做出 特别出口的行为 所以到目前为止 马斯克最多最多 就是在公开场合 替中国说两句话 马斯克意识到了 可能休息里的陷阱 是逃不过去的 而当中美爆发 激烈的冲突的时候 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 他的生意 可能就要做不下去了 至少一部分生意 做不下去了 他现在是能够且过 当美黑暗和上 状况先中 虽然他知道 未来对克斯特来讲 可能更大的灾难 还是后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更是要 想方设法的讨好中共 他一定会 想方设法的拖下去 尽可能拖到后面 实在不行 再离开中国 而我们早就预见到了 马斯克给中国赶出去 最后跟中国彻底决裂 这是中美冷战的 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一切都只是 时间问题而已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 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